有一天呢闲着没事逛桃桃 无意间呢刷到一家一步一拍的宝藏 直播间里呢没什么人对我来说太棒了 而且是我这种平民买得起的 这一颗呢6.8 名字呢很特别我记得它 它叫冰蝉 名字为美又带睫毛 所以这一颗呢我是必入的 这家的肉肉呢很亲民 而且控养的都是挺久的 从这些枯叶上可以看出来 这一颗呢不知名 是一个7.8的双头果冻色 控养的很久 形也很周正 有没有名字呢无所谓了 后来买着买着呢出了一个小插曲 老板呢刷过我的视频 知道我是一个小博主 那我必然趁热打铁啊 帮你们要了一个小福利 先看一下这个大粗腿啊 6米两年多的时间肯定是有了 它是一个鸡连和橙子的杂交 光是这个时间成本呢 就不止6块了非常周正 然后呢说一下这个老板的许诺哦 就是你们可以备注羊毛卷 然后呢它会每个人随机两颗肉肉哦 真不错啊 老板已经是很给我面子了 然后它家的群生呢 我是超级的推荐啊 特别的便宜 而且状态还好 这一个小群生呢 6.8值不值啊 虽然它还是没有名字啊 但是颜值在线 养出来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果冻色 它家的肉肉呢 我最满意的一点 就是看那个枯叶啊 控养了很久 然后这一颗呢是一个7块钱的 也是没有名字 应该是一些杂交类的 这一颗呢带暗文 拿去录养会更好看 买的大冰破 一颗没有拆到 啊这颗是了 6.8一颗啊 这么大 而且还是控养的 不是水催的 它家呢 主要就是冰破和唐心 卖的最好 我一共买了三颗冰破呢 这一颗呢 就是一个唐心的冰破了 也是6.8 这一看状态呢 就绝对是录养的 因为只有录养 才有这种红色的斑点 第三颗这个还没有出新 是一个绿色的 也是6.8 这一颗呢 很有意思啊 它这个名字呢 叫典晴 然后才五米 我感觉它和那个果冻橙 有点像啊 但又不是橙子 看这个桩子啊 木质化了 也是用心养的 最少也是两年的 这次买的呢 我都很满意 很喜欢 如果刚好这些肉肉呢 也对你们的胃口 记得到时候要备注羊毛卷啊 不然就没有老板的友情赠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